行政院东部联合服务中心以及行政院农委会 今年除了规划一日游的行程 先让花冬两线的2000位民众来体验 农村的悠闲以及自然朴实的生活之外 更结合了花冬两线农村再生社区 举办花莲厂、台东厂、成果市集 推广花冬地区农村特色的产业 展现农村新活力 整个行销活动20号是在梅伦饭店召开机车会 行政院东府中心副职行长郭云役 零屋及花冬两线农改厂共同来主持机车会的活动 而这次旅游行程选定4个农村社区各区特色 台东县、池山乡、大浦社区、花莲县、光复乡、马泰安社区 都是游客来访的深刻印象 那我们这次特别选了我们花莲的光复乡的马泰安社区 这次刚才有负责人过来 谢谢你们协助 还有我们的这个富里江的罗山社区 没有人 还有一个是我们池上的这个道府 还有我们观山的这个电报社区 这4个社区相当有代表性 那我们想就由这4个社区来当做一个释放 让我们2000位乡亲能够先体验 体验完了之后再继续帮我们推广 当然这个我们现场的记者女士先生也是很重要的 透过你们的传达 我想很多全台湾甚至世界各地 都知道我们台湾这个农村生活的这个美好 之前我们陈吉仲委主委下来很花莲 他有提到说这个有时候农村的经济 不是只有农作物而已 还有一些农村的一些经济活动 包括我们这个在地的生活 就是吃啊游玩这些 我想都相当有特色 那在这里啊特别要提到说 刚才我许的水保局啊农阳署啊农改厂 还有包括各乡镇的农会 我们上次陈吉仲委有办一个这个 有关于农民啊相关的这个保险 包括农民的保险农作物保险 以及明年要推动的这个农退 我想这个都对农民的照顾 除了照顾农民以外 我们让这个像北部地区 我们花莲也是这样 花莲台东就是在这次肺炎期间啊 这个进来旅游的人数算是迷列前忙 但是呢 统计数字的大部分都在城市地区 特定的观光地区 那如果能够让他们知道 我们花莲台东的一些 这个农村的特别的体验 我想对这个不管是这个观光客的人数的提升也好 对我们品质的提升 我想都很有帮助 行政院东湖中心执行长黄忠开表示 农村战胜计划的推动过程当中 不仅政府投入了资源 民间企业与学术单位 期盼这次规划农村一日有的行程 让全国的民众来到纯净的花冬 体验农村旅游 感受最正式美好的人情味 记得喜欢广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